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日本街头随便问一个人都知道究竟法子是谁 一代巨星难道就此消香遇损了吗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幸福的童年大致相同 不幸的童年各有各的不幸 幸运的人可以用童年治愈一生的不幸 显然究竟法子并没有那么幸福 1971年的青春节 究竟法子出生于日本福岗 上世纪70年来的日本跟香港的情况大致相同 彼时各帮派大佬横先于世 在男人们凭借武力与争夺资源的时代背景下 女人们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都处于劣势 酒竟法子继承了母亲的美貌 却没有继承到父亲那股很辣无形的暴虐气质 作为黑帮内的精英人物 父亲不仅在外面惹是生非 回到家里也会经常展示男人的体力之优势 稍有不如意就会对母亲拳脚相加 打不过就跑 这是女人最无奈的选择 然而跟父亲的残暴相比 生母则更加无情 母亲生下酒井法子后不久 就将他遗戏在了一座寺庙中 之后跟寺庙中的一个僧人私奔了 父亲不管不顾 母亲会爱私奔 姑姑看不得孩子受苦 就从寺庙歇会了酒井法子 养在自己家中 然而大难不死不代表必有后福 父亲给他取名为法子 这个名字在博家用语中是走正道的意思 由此可见 虎毒不食子的父亲 对女儿的期待还是存有很多美好愿景的 对于一个娃娃体酷的婴孩父亲束手无策 于是接二连三地给酒井法子找吼妈 第一任吉姆进门后对他非打即骂 酒井法子也因此过上了小白菜的生活 为了讨吉姆欢心 酒井法子只好百般忍耐 后来他渐渐发现 只要他不要求买羊娃娃 不索要糖果 吉姆就会对他和颜悦色 连动物都懂得趋吉比凶 更别提一个小人了 在这样的压抑戏份下成长 酒井法子的性格被成功地塑造成了讨好性 只不过再听话 父亲也没正瞧他一眼 直到他车祸身亡 也没夸赞过酒井法子一次 然而性格暴力的父亲 对待吉姆的态度 跟亲生母亲别无二致 吉姆是个厉害角色 不堪忍受拳脚相加的待遇 于是投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家 直到第二任吉姆进门后 酒井法子的生存环境才有所感官 新吉姆是从东京来的高智女性 她对酒井法子视如己出 第二个吉姆对她视如己出和无限包容 都没能纠正她对这个社会的认知 她认为女人就该在男人面前低人一等 父母是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 吉姆对父亲的百般忍耐 这种错误的夫妻相处之道 对年幼的酒井法子造成了扭曲的保养作用 在这样一位温柔大方的吉姆面前 酒井法子欲加自卑 而强烈的自卑感 促使酒井法子立志成为一个让父母消耗的人 在父亲死后 酒井法子靠着继母的支持选择出道 长相甜美又多才多艺的她 完全符合日本民众对美少女的幻想 1986年1月11号 酒井法子的处女座日剧 春风一番横空出世 凭借清纯甜美灵动可爱的形象 酒井法子收获了国内万千少男少女的心 男孩子们将她视作梦中情人 女孩子们纷纷效仿她的衣着打扮 出道吉巅峰的酒井法子 商业价值相当明显 公司也因此信心被增 于是加大了对她的培养力度 为她找了业内最优秀的声乐老师 演艺教师金牌主持 对她进行全方位的训练 这种含情量极高的培训 对于彼时的事与圈来说 酒井法子可是独一分的 因为这样的培训待遇 不是谁都能想着到的 酒井法子是全日本最后一位 想此殊荣的仪人 1992年 她靠着台湾日本合拍剧 我爱美人 打开了国内的市场 那时候 年仅21岁的酒井法子 成了中国男人心中的梦中情人 到处张贴着她的海报 借此机会 酒井法子在中国发行了自己的专辑 效量一度超过国内一线歌手 也是日本人首次在中国 有着如此高的人气 令人意外的是 在事业有成的时候 酒井法子爱上了 打她18岁的编剧野岛深思 他想公开练情 野岛深思怕影响事业 坚决不同意 为了留住男友 酒井法子为男友花钱 陪男友去酒吧喝酒 男友晚上一个电话 就能让他不管不顾地飞奔而去 虽然酒井法子十分卑微地 在讨好男友 却还是没能挽回男友的心 分手后 宫藤镜香帮他介绍了一个富二代 富二代自称是冲浪运动员 酒井法子一下子就被温柔体贴的高香友衣 拖进了爱的大海 尽管有不少人跑来警告酒井法子 这个所谓的富二代 就是一个十足的片子 不仅花心 而且冲浪用品店 也只亏钱 根本不是所谓的有钱人 酒井法子一心求爱 丝毫没有将别人的好意听进去 没过多久 酒井法子就因怀孕而暂停工作 宣布结婚了 其实结婚后的生活也并没有多幸福 高香友衣只是单纯地看上了酒井法子的身价 实际上对他本人兴趣不大 反而是对法子的闺蜜照顾有加 直到照顾到床上 酒井法子也不愿意放弃丈夫 他十分迫切地想要维护家庭关系 以至于当高香友衣提出要求酒井法子与闺蜜 共同伺候他时 酒井法子也异口答应了 当这一离谱的事情传出来后 粉丝们也对这样的女生失望至极 昔日玉女为和尚生孩子 在微博上放付费连接沦为网络乞丐 遭网友嘲讽到 一个洗粉粉的跑到中国来要饭 在日本活不下去了吗 2009年日本警方正式宣布 酒井法子涉嫌洗粉粉 当天一脸落寞的酒井法子在众母会合之下 选择站出来承认错误 这一切的一切只能说是他咎由自取 当丈夫与酒井法子闺蜜私混在一起后 还要求酒井法子参与进来玩得疯狂一些 为了维持家庭关系 法子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也许在这个时候 从初到起就陪伴他的经纪人自杀了 法子十分崩溃 周围再无人可依靠 唯有变了新的丈夫 成了自己唯一的支柱 为了抓住救命稻草 便伙同丈夫一起洗粉粉 因为丈夫说 两个人一起洗就有了共同的秘密 这是爱的证明 关系也会更加紧密有羁绊 也不知是该说他天真还是无邪 直到丈夫被逮住的那一天 酒井法子才意识到 这样做根本不能拯救婚姻 反而让自己越来越糟糕 随后法子丢下孩子自己跑路了 这一跑恰巧坐实了他的嫌疑 经纪公司在四处寻找 民众也十分留意大明星的下落 自己的错误总有一天要承担 躲躲苍苍的日子并不好过 酒井法子便选择站出来承认错误 大明星翻车最首先要面临的 就是众人的指责 接着就是各种业务的 委约赔偿总计高达五十日圈 面对这巨额赔偿款的烂摊子 酒井法子表示选择重新开水 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了净粉粉 代言人来到中国捞金 到澳门豪华邮轮上商业 为香港新餐厅开业剪彩 去台湾出席擦遍演出 只不过看似十分励志的他 在翻车后 因为没有好的剧本 好的广告合作 为了还钱 便接二连三的全裸出镜拍摄色情片 这也使得他渐渐的消失在了大众视野里 没想到2018年 酒井法子因性交易被起诉 最后又传出与僧人 本真雄同居的丑闻 为对方生下一瘾后 酒井法子拿着五百万日元的分手费 一走了之 如果就这样紧巧巧地捞钱也就算了 但是酒井法子的公司并不满足于现状 2019年 内济网上一度传出酒井法子到中国圈前 在网页上公布收费粉丝群链接地址的新闻 针对这个新闻 酒井法子向中国网友表示诚恳的歉意 原来 公布这个链接的发起人并非是酒井法子 也不是他的团队 因为酒井法子的微博账号 一直是交给日本粉丝 网云银馆里负责搭理的 所以 负责人将日本粉丝团的付费模式 按部就般地串到了中国区的宣传网页上 所以这番解释 虽然说明了酒井法子并非有意在中国圈前的意图 但同时也说明了他是如何对待本国粉丝的 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51岁的酒井法子终于知道赚钱不易了 作伙观也越来越务实了 本着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原则 酒井法子于2019年 跟一位财大气粗的商业大佬谈恋爱了 据说南方是他的一位铁杆粉丝 在一家上市公司做董事 但愿酒井法子这一次能选对人吧 宗南丹说 做女人男做名女人更难 然而酒井法子的故事却告诉我们 做一个不缺心眼的女人 似乎也挺不容易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各种名人的风流往事 眼睛八卦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